歡迎各位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據知名傳會記者羅馬洛的消息 以及國際米蘭已經停止引進阿仙奴前鋒巴洛根的談判 以便專注於簽下韋斯咸的意大利前鋒斯卡密卡 據羅馬洛的了解 國米目前已經停止了有關巴洛根的傳會談判 因為他們認為阿仙奴對這位美國前鋒的叫價過高 國米在當前將會專注於簽入韋斯咸的意大利前鋒斯卡密卡 儘管他們首份價值2000至2000萬歐元的報價遭到韋斯咸拒絕 但由於他們要面對來自另一支以甲球隊羅馬的競爭 相信國米方面很快會作出第二次的報價 另外對於另有報道 國米正在爭逐法甲利爾的加拿大前鋒羅馬洛就表示 國米從未就川拿芬大衛進行轉會談判 理由是球員的轉會費太貴了 我是阿斌多謝各位收聽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的賽事 我們下載M直播